可能是中共要繼續把他憂禁起來 這個憂禁甚至不讓他回到他自己在北京的家喻中去 而是在一個不為人知的地方 就是像現在那個中心社說的 他不想被人打攪的那種匪夷所思的荒唐理由一樣 把他放到一個不為人知的 當然有可能會有劉暉的陪伴 就是不想讓外界能夠聯繫到他 然後把這些事件降溫 那麼我們現在所做的事情 首先是要避免這個事情的發生 要打破當局的這種謊言 就是說劉暉一直想跟外界有聯繫 而且他最強烈的願望就是離開這個國家 當然原來是要跟他的愛人一起走 現在他的愛人已經過去了 那當後事辦完以後的話 無論是安葬在哪裡 那麼劉暉都應該脫離 把他造成這麼大創傷的地獄之境 那現在而言的話 美國和德國其實就是說在過去幾個月是德國 從6月26號以後美國的強勢介入 那麼這兩個國家在駐華的這些外交機構 因為我跟他們有直接的這種接觸和合作 我知道這些外交官是夜以繼日的 而且是非常非常投入的在做這件事情 那麼這兩個國家成為這個外交握權方面的主體 那麼作為我們而言 我們就應該把家屬帶出來的那種盡可能多的信息 反饋給媒體 然後增加輿論的壓力 外交壓力 輿論壓力 還有我們在街頭的比如說類似這樣的舉牌的這種工作 那麼都是給中國政府壓力 讓他們知道有些事情是得不償失的 應該讓劉霞離開這裡